谢洛克福尔摩斯继续向道格拉斯夫人提问。 夫人,他从没有提到过什么人的名字吗? 哦,提到过的?三年前,他打猎时出了点意外,在发烧中曾经说过胡话。 我记得他不断地说起一个名字,他说的时候很是愤怒,而且有些恐怖。 这个人的名字是,麦金帝,申主麦金帝。 后来他病好了,我就问他,申主麦金帝是谁?他主管谁的身体? 他哈哈一笑回答说,谢天谢地,他可不管我的身体。 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情况也就是这些了。 不过申主麦金帝和恐怖谷之间一定是有关系的。 夫人,还有一点。 警官麦克唐纳说道,你是在伦敦一家公寓里和道格拉斯先生相识的,并且在那儿和他订的婚,是吗? 关于你们的婚事,有什么恋爱过程,有什么秘密的,或是神秘的事吗? 哦,恋爱过程是有的,总是要有恋爱过程的,可是没有什么神秘的。 他没有情敌吗? 没有,那时我根本还没有男朋友。 你当然听说过,他的结婚戒指被人拿走了,这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假定是他过去生活里的仇人追踪到这里并下了毒手。 那么,把他的结婚戒指拿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一瞬间,我敢说道格拉斯夫人唇边,略过了一丝微笑。 这我实在说不上。 他回答说, 这可实在是一件非常离奇古怪的事。 啊,好了,夫人,我们不再多耽误你了,在这样的时刻来打扰您,我们很是抱歉。 麦克唐纳说道,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以后遇到时,我们再来问你吧。 道格拉斯夫人站了起来,我看到,像刚才一样,他又用清洁而带有疑问的眼光,扫视了我们一下。 先生们,你们对我的证词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问题真像是他已说出来的一样。 然后,他鞠了一躬,寻边清扫地面,走出了房间。 哎呀,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 在道格拉斯夫人关上门以后,麦克唐纳沉思地说道, 巴克这个人,一定常常到这里来的,他大概是,是一个颇受女人青睐的男子。 他承认死者是个爱吃醋的人,他可能最清楚道格拉斯的醋意何来。 哎,还有结婚戒指的事,你无法放过这些问题。 对这个从死者手中夺走结婚戒指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我的朋友坐在那里,两手托着下巴,深深地陷入沉寺。 这时,他站起身来,拉响了船呼铃。 当管家走进来时,福尔摩斯说道, 艾姆斯,塞歇尔巴克先生现在在哪儿? 哦,我去看看先生。 艾姆斯一会儿就回来了,告诉我们巴克先生在花园里。 艾姆斯,你可记得昨晚你和巴克先生在书房时,他脚上穿的是什么? 记得,福尔摩斯先生,他穿的是一双拖鞋。 在他要去报警的时候,我才把长筒靴子交给他。 那么,现在这双拖鞋在哪儿? 现在还在大厅的椅子底下。 很好,艾姆斯。 我们要知道哪些是巴克先生的脚印,哪些是外来的脚印,这当然很重要了。 是的,先生。 我可以说,我注意到了那双拖鞋上,已经染有血迹了。 连我的鞋子上也是一样。 根据当时室内情况来看,那是很自然的。 很好,艾姆斯,如果我们要找你,我们会再拉铃的。 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书房里。 福尔摩斯已经从大厅里拿来那双粘拖鞋。 果然像艾姆斯说的那样,两只鞋底上都有黑色的血迹。 奇怪啊。 福尔摩斯站在窗前,就着阳光仔细查看,自言自语地说道, 真是太奇怪了。 福尔摩斯像猫似的猛跳过去,俯身把一只拖鞋放在窗台的血迹上,完全吻合。 他默默地朝着几个同事笑了笑。 麦克唐纳兴奋地失去体统,他用地方口音像棍棒敲在栏杆上一样,喋喋不休地讲起来。 他大声喊道, 嘿,老兄,这是毫无疑忆的。 我认为这是巴克自己印在窗台上的。 你看,这比别的血印要宽得多。 我记得你说过是一双八字脚,而答案就在这里。 不过,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到底是什么把戏呢? 是啊,这是什么把戏呢? 我的朋友沉思地重复着麦克唐纳的话。 怀特梅森捂着嘴轻声地笑着,又以职业上特有的那种满意的心情,搓着他那双肥大的手,满意地大声叫道。 我说过,这桩案子了不起,果真是一点不假呀。 这三个侦探还有许多细节要去调查,所以我就独自返回我们在乡村旅店的住所。 可是,在回去以前,我在这古色古香的花园里散了散步。 花园在庄园的侧翼,四周环绕着一排排非常古老的紫山,修剪得奇形怪状。 园里是一片连绵的草坪,草坪中间有一个古式的日轨仪。 整个园中景色静雅宜人,不禁使我的紧张神经为之松弛,顿时心旷神移起来。 在这样清雅幽静的环境里,一个人就能忘掉那间阴森森的书房和地板上那个四肢伸开,血迹斑斑的尸体,或者只把它当作一场噩梦而已。 然而,正当我在园中散步,心神沉浸在鸟语花香之中时,忽然遇到了一件怪事。 又使我重新想起那件惨案,并在我心中留下不祥的印象。 我刚才说过,花园四周点缀着一排排的紫山,在距庄园楼房最远的那头,紫山很稠密,形成了一道连年的树梨。 树梨的后面有个长条石凳,从楼房这方向走过去是看不见的。 我走进那个地方,就听到有人说话。 先是一个男人的喉音,随后是一个女人娇柔的笑声。 我转眼来到了树梨的尽头,对方还没有发现我。 我就看到了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这个大汉。 道格拉斯夫人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 在餐室里,她那么闲静而又拘谨。 而现在,她脸上一切伪装的悲哀都已烟消云散,双眼闪烁着生活欢乐的光辉。 面部被同伴的妙语逗乐的笑闻未消。 巴克坐在那里,向前倾着身子,两手交握在一起,双肘只在膝上。 英俊的面孔打以微笑。 一看到我,他俩立刻恢复了那种严肃的伪装,只不过太晚了点。 他俩匆匆地说了一两句话。 巴克随即起身,走到我的身旁说道。 请原谅先生,你可是华生医生吗? 我冷冷地向他点了点头。 我敢说,我很明显地表露出内心对他们的印象。 我们想可能是你,因为你和西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 你可愿意过来和道格拉斯夫人说会儿话吗? 我脸色阴沉地随他走过去。 脑海里清楚地浮现出地板上那个脑袋几乎被打碎了的尸体。 惨案发生后,还不到几小时,他的妻子竟在他的花园的灌木丛后面,和他的挚爱男友说说笑笑。 我很冷淡地向这个女人打了个招呼。 在餐厅时,我曾因她的不幸而感到沉痛。 而现在,我对她那祈求的目光,也只能默然置之了。 道格拉斯夫人说道, 先生,恐怕你要以为,我是一个冷酷无情,铁石心肠的人了吧。 我耸了耸双肩说道, 夫人,这不干我的事。 也许有那么一天,你会公平地对待我,只要你了解。 这时,巴克急忙说道, 华生医生没有必要了解什么, 因为她亲口说过,这不干她的事嘛。 不错,我是说过。 那么,我就告辞了, 我还要继续散步呢。 华生医生,请等一等。 道格拉斯夫人用恳求的声音大声喊道, 有一个问题, 你的回答比世上任何人都更有权威, 而这个答案对我却有重大的关系。 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福尔摩斯先生, 了解他和警署的关系。 即使有人把一件秘密告诉他知道, 他是不是绝对必须转告警他们呢? 对,问题就在这里。 巴克也很恳切地说道, 他是独立处理问题, 还是全都要和他们一起解决呢?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谈这样一个问题。 我求你, 我恳求你告诉我华生医生, 我相信你一定能有助于我们, 只要你在这一点上给我们指点一下, 你对我的帮助就太大了。 妇人的声音是那么诚恳, 竟是我煞时忘掉了她的一切轻浮举动, 感动得也只能满足她的要求。 福尔摩斯先生是一个独立的侦探, 一切时他都是自己做主, 并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问题。 同时, 他当然会忠于那些和他一同办案的官方人员, 而对那些能帮助官方把罪犯缉拿归案的事情, 他也绝不能隐瞒他们。 除此以外, 我不能说别的了, 如果你要知道的更详细, 我希望你找福尔摩斯先生本人。 说着, 我抬了一下帽子, 就走开了。 他们俩仍然坐在树梨挡住的地方, 我走到树梨尽头, 回头看到他们仍坐在树梨后面, 热烈地谈论着, 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 这就很明显, 他们是在议论刚才和我的对话。 福尔摩斯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 和他的两个同行在庄园里商量案情, 五点左右方才回来, 我叫人给他端上茶点, 他狼吞火焰地吃起来。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福尔摩斯时, 他说道, 我不希望他们告诉我什么隐秘, 华生, 也根本没有什么隐秘, 因为如果我们以同谋和谋杀的罪名去逮捕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十分狼狈了。 福尔摩斯先生, 你觉得这件事会影响这样的结果吗? 福尔摩斯兴高采烈, 意趣盎然, 幽默地说道, 我亲爱的华生, 等我消灭了这第四个鸡蛋, 我就让你听到全部的情况。 我不敢说已经完全水落石出了, 还差得远呢, 不过, 当我们追查到了那个丢失的哑铃的时候, 什么, 那个哑铃? 哎呀, 华生, 难道你没看出来,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于那个丢失的哑铃吗? 好了, 好了, 你也用不着垂头丧气, 因为这只是咱们两个人说说。 我想不管是警官Michael, 还是那个精明的当地侦探, 都没有理解到这件小事的特殊的重要性, 只有一个哑铃? 华生, 你想想, 一个运动员只有一个哑铃的情况吧, 想想那种畸形发展, 很快就有造成脊椎弯曲的危险, 不正常啊, 华生, 不正常啊。 福尔摩斯坐在那里, 大口吃着面包, 两眼闪耀着调皮的神色, 注视着我那搜索哭肠的狼狈像。 福尔摩斯食欲这样旺盛, 说明他已经是胸有成竹了, 因为我对他那些食不甘味的日日, 夜夜记忆犹新, 当他那困惑的头脑被疑难问题, 弄得焦躁不安的时候, 他就会像一个苦行主义者那样, 全神贯注, 而他那受嚣渴望成功的面容, 就变得愈发枯瘦如柴了。 最后, 福尔摩斯点着了烟斗, 坐在这家老式乡村旅馆的炉火旁, 不慌不忙地, 随意地谈起这个案子来。 这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讲述, 倒不如说是自言自语的回忆。 谎言? 华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出奇的, 不折不扣的弥天大谎。 我们一开头就碰到了这个谎言, 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巴克所说的话完全是撒谎, 不过巴克的话被道格拉斯夫人进一步证实了, 所以说道格拉斯夫人也是在撒谎, 他们两个都在撒谎, 而且是串通一气的。 所以, 现在我们的问题很清楚, 就是查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他们千方百计力图隐瞒的真相又是什么? 华生, 你我两人试试看, 能不能查出这些谎言背后的真情?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呢? 因为他们捏造得非常笨拙, 根本违背了事实。 试想一想吧, 照他们所说, 凶手杀人以后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从死者手指上摘取这个戒指, 而这个戒指上面还套着另一只戒指, 然后再把这另一只戒指套回原处, 这是他肯定做不到的。 还有, 这张奇怪的卡片放在受害者身旁, 我说, 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你也可能会争辩说, 那指环也许是在他被害以前被摘下去的。 可是华生, 我非常尊重你的判断能力, 因为我想你是不会这么说的。 蜡烛只点了很短时间, 这个事实说明, 死者和凶手会面的时间不会很长。 我们还听说道格拉斯胆量很大, 他是那种烧惊吓唬就会自动交出结婚戒指的人吗? 我们能想象他竟然会交出结婚戒指吗? 不, 不会的。 华生, 等点着以后, 凶手独自一人和死者待了一段时间, 对于这点, 我是深信不疑的。 不过致死的原因, 很明显是枪杀, 所以开枪的时间比他们所说的要早许多。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这是绝不会错的。 因此, 我们面临的是一种蓄意合谋, 是由两个听到枪声的人, 也就是巴克这个男人和道格拉斯夫人这个女人干的。 首先, 当我能证明窗台上的血迹是巴克故意印上去的, 目的是给警方造成假线索时, 你也就会承认, 这一案件的发展变得对他不利了。 现在, 我们必须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 凶杀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呢? 直到十点半钟, 仆人们还在这屋里来来往往, 所以, 谋杀肯定不是在这之前发生的。 十点四十五分, 仆人们都回到了下处, 只有艾姆斯还留在餐聚室。 你在下午离开我们以后, 我们曾做过一些试验, 发现只要房门都关上, 麦克唐纳在书房不管发出多大的声音, 我在餐聚室里也休想听到。 然而, 女管家的卧室就不同了。 这间卧室离走廊不远, 当声音非常响时, 我在这间卧室是可以模模糊糊地听到的。 在从极近距离射击时, 本案无疑是如此, 火枪的枪声在某种程度上消声了, 枪声不会哼响, 但是, 在寂静的夜晚, 艾伦太太卧室是能听到的。 艾伦太太告诉我们她有些耳聋, 尽管如此, 她还是在证词中提到过, 在警报发出以前半小时, 她听到砰的一声像关门的声音。 警报发出前半小时, 当然是十点四十五分。 我确信, 她听到的就是枪声, 那才是真正的行凶事件。 假如确实如此, 我们现在必须查明一个问题, 假定巴克先生和道格拉斯夫人不是凶手, 那么十点四十五分, 他们听到枪声下楼, 到十一点一刻, 他们拉铃叫来仆人为止, 这段时间里, 他们俩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在干些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不马上报警呢? 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查明, 就像解决问题前进了几步。 福尔摩斯先生, 我也相信, 他们两个是串通仪器的, 道格拉斯夫人在丈夫死后不到几小时, 竟然听见笑话, 就坐在那里哈哈大笑, 那她一定是一个毫无心肝的东西了。 不错, 甚至当她自己讲述案情时, 也不像是一个被害人的妻子。 华生, 我不是一个崇拜女性的人,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可是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 那种听了别人的话, 就不去看她丈夫尸体的妻子, 很少是把丈夫放在心上的。 华生, 要是我娶妻的话, 我一定愿意给我妻子灌输一种感情, 当我的尸体躺在离她不远的地方时, 她绝不会随管家父走开。 他们这种安排非常的拙劣, 即使是最没有经验的侦探, 也会因为没有出现通常会有的妇女尖叫悲毫的场面, 而感到吃惊的。 即使没有其他原因, 单凭这件小事, 也会使我认为这是预谋。 那么, 福尔摩斯先生, 你一定认为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就是杀人犯了? 听完福尔摩斯先生的承受, 我问道, 福尔摩斯先生, 那么你一定认为巴克和道格拉斯夫人就是杀人犯了? 你的这些问题真够直截了当的。 福尔摩斯向我挥舞着烟斗说, 就像对我射来的子弹一样, 如果你认为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知道谋杀案的真情, 并且合谋策划, 隐瞒真相, 那我打心眼里同意你, 肯定他们是这样干的。 不过, 你那机动要害的前提, 还不那么清楚。 我们先来把妨碍我们前进的疑难问题, 研究一下吧。 我们如果设想他们两个人因暧昧关系而沆瀣一气, 而且他们决心除掉爱手爱脚的那个人, 这只是一种大胆的设想, 因为我们经过对仆人们和其他人的周密调查, 从哪一方面也不能证明这一点。 恰恰相反, 有许多证据说明道格拉斯夫妇恩爱无比。 我敢说这都不是真的。 我想起了花园中那张美丽含笑的面孔说道, 好, 即使他们使人产生了这种印象, 然而, 我们假定他们是一对诡计多端的人, 在这一点上欺骗了所有的人, 而且共同图谋杀害道格拉斯, 碰巧道格拉斯正面临着某种危险。 可是, 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只是听到他们的一面之词啊。 福尔摩斯沉思着说道, 我知道, 华生, 你概括地说明了你的意见。 你的意见是, 从一开始, 他们说的每件事都是假的。 按照你的说法, 根本就没有什么暗藏的危险, 没有什么秘密团体, 也没有什么恐怖谷, 也没有什么叫做买经理之类的大头目, 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啊, 这也算是一种不错的归纳。 让我们来看看, 它会使我们得到什么结果呢? 它们捏到这种论点来说明犯罪原因。 然后, 它们配合这种说法, 把这辆自行车丢在花园里, 作为凶手是个外来人的物证。 窗台上的血迹也是出于同一目的。 尸体上的卡片也是如此, 卡片可能就是在屋里写好的。 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你的假设, 华生。 可是现在, 我们跟着就要碰到这样一些难以处理, 颇为几手处处对不上茬的问题了。 为什么, 它们从所有武器中单单选了一支截短的火枪呢? 而且又是美国火枪呢? 它们怎么能肯定火枪的射击声不会把别人惊动, 向它们奔来呢? 像艾伦太太那样, 把枪声只当作关门声而不出来查看, 这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 华生, 为什么你所谓的一对罪犯会这样蠢呢? 先生, 我承认我对这些也无法解释。 那么, 还有, 如果一个女人和她的情夫合谋杀死她的丈夫, 她们会在她死后像炫耀胜利似的把结婚戒指摘走, 从而让自己的罪行尽人皆知吗? 华生, 难道你认为这也是非常可能的吗? 不, 这是不可能的。 再说, 假如丢下一辆藏在外边的自行车, 是你想出来的主意, 难道这样做真有什么价值吗? 即使最愚蠢的侦探也必然会说, 这显然是固步移阵。 因为一个亡命徒为了逃跑, 首要的东西就是自行车呀。 先生, 我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解释了。 然而, 就人类的智力而言, 对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 想不出解释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来指一条可能的思路吧, 就当作是一次智力练习, 且不管它对还是不对。 我承认, 这仅仅是一种想象, 不过想象不始终是真实之母吗? 我们可以假定, 道格拉斯这个人生活中, 确实有过犯罪的隐私, 而且实在是可耻的隐私。 这就使他遭到某人暗杀。 我们设想, 凶手是从外面来的仇人, 出于某种, 我到目前还无法解释的原因, 这个仇人取走了死者的结婚戒指, 这种疏愿可以认为是他第一次结婚时造成的, 而正因为如此, 才取走了他的结婚戒指。 在这个仇人逃跑以前, 巴克和死者的妻子来到了屋中, 凶手是他们认识到, 如果企图逮捕他, 那么, 一件耸人听闻的丑事, 就会被公诸于事。 于是, 他们就改变了主意, 情愿把他放走了。 为了这个目的, 他们完全可能无声无息地放下吊桥, 然后再拉起来。 凶手逃跑时, 出于某种原因, 认为步行比骑自行车要安全得多。 所以, 他把自行车丢到他安全逃走以后, 才可能被发现的地方。 到此为止, 我们只能认为这些推测是可能的, 对不对? 嗯, 对, 毫无疑问, 这是可能的。 我稍有保留地说, 华生, 我们一定要想到, 我们遇到的事, 无疑是极为特殊的。 现在, 我们继续把我们想象的案情谈下去。 这一对不一定是罪犯的人, 在凶手逃离以后, 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嫌疑地位。 他们既难说明自己没有动手行凶, 又难证明不是纵容他人行凶。 于是, 他们在急急忙忙, 笨手笨脚地应付这种情况。 巴克用他沾了血迹的拖鞋, 在窗台上做了脚印, 围坐凶手逃走的痕迹。 他们显然是两个肯定听到枪声的人, 所以, 在他们安排好了以后, 才拉铃报警。 不过, 这已经是案发后整整半个小时了。 福尔摩斯先生, 你打算怎样证明所有这一切呢? 好, 如果是一个外来人, 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追捕归案。 这种证明当然是最有效不过的了。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科学的手段是无穷无尽的。 我想, 要是我能单独在书房待一晚上, 那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什么? 您独自一个人在书房待一晚上? 我打算现在就去哪儿? 我已经和那个令人尊敬的管家艾姆斯商量过了, 他绝不是巴克的新宿, 我要坐在那间屋里, 看看市中的气氛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灵感。 华生, 我的朋友, 你笑吧, 我是笃信守护神的。 好, 走着瞧吧。 顺便问你一下, 你有一把大雨伞带来了没有? 哦, 在这儿。 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借用一下。 当然可以了, 不过这是一件多么别角的武器啊, 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 没有什么严重问题, 我亲爱的华生, 不然我就一定会请你帮忙了。 可是, 我一定要借这把雨伞用一用。 目前, 我只是等候我的同事们从藤布里奇·威尔斯市回来, 他们现在正在那里查找自行车的主人呢。 黄昏时分, 警官麦克唐纳和华特梅森调查回来了, 他们兴高采烈, 说是调查有了很大的进展。 哎, 伙计, 我承认, 我曾经怀疑过是否果真有外人来。 麦克唐纳说道, 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已经认出了自行车, 并且还查访到了车主的外貌特征, 所以这一趟可是收获不小啊。 哦, 你们这么说好像案子就要了结了。 福尔摩斯说道, 我衷心地向你们二位道喜啊。 好, 我是从这个事实入手的。 道格拉斯先生曾经到过腾布里奇维尔斯时, 从那一天起, 他就显得神情不安了。 那么正是在腾布里奇维尔斯时, 他意识到了有某种危险。 很明显, 如果一个人是骑自行车来的话, 那就可以料想是从腾布里奇维尔斯时来的了。 我们把自行车随身带上, 把他给各个旅馆看, 车马上被伊格尔商业旅馆的经理认出来了。 他说车主是一个叫, 叫叫叫叫哈克雷夫的人, 他两天前在那里开过房间, 这辆自行车和一个小手提箱就是他的全部驾打。 他登记是从伦敦来的, 可是没有写地址, 手提箱是伦敦出品, 里面的东西也是英国货, 不过那个人本身毫无疑问是个美国人。 很好, 好极了。 福尔摩斯高兴地说道, 你们确实做了一件扎实的工作, 而我却和我的朋友坐在这里编造各种推论。 麦克先生, 这的确是一次教训啊, 是得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呀。 当然, 这话不错, 福尔摩斯先生。 警官麦克唐纳满意地说道, 可是这完全符合你的推论啊。 我提醒说, 那也说不定, 不过让我们听听结果如何吧。 麦克先生, 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查清这个人吗? 先生, 很明显, 他非常小心谨慎低风着, 不让别人认出他来。 既没有文件, 也没有书记, 衣服上也没有特技。 他卧室的桌子上, 有一张本郡的自行车路线图。 昨天早晨, 他吃过早饭, 骑上自行车离开旅馆。 直到我们去查问为止, 也没有再听到他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 这正是使我迷惑不解的。 怀特梅森说道, 如果这个人不想叫人怀疑他, 他就应当想到他必须返回旅馆, 并且像一个与世无根的游客那样待在那里。 像现在这样, 他应当知道旅馆主人会去向警察报告的, 必然要把他的失踪和凶杀案联系起来。 人家是要这样想的, 既然还没有捉到他, 至少直到现在证明他还是机智的。 不过, 他的外貌特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麦克唐纳查看了一下笔记本。 这里我们已经把他们所说的完全记下来了。 他们似乎说的不太详细, 不过那些查访、管事和女侍者们所说的大致相同。 那个人的身高是五英尺九英寸, 五十岁左右, 有点头发灰白, 淡灰色的胡子、 阴沟鼻子和一张凶残无比, 令人生畏的面孔。 好了,别说了, 这几乎是道格拉斯本人的写照了。 福尔摩斯说道, 道格拉斯正好是五十多岁, 须发灰白, 身高也是这样。 你还得到一些什么情况吗? 他穿一身厚的灰衣服和一件双排扣的夹克, 披一件黄色短大衣, 戴一顶变貌。 关于那支火枪, 有什么情况? 这支火枪不到两英尺场, 完全可以放到他的手提箱里。 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放在大衣里, 戴在身上。 你认为这些情况, 同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福尔摩斯先生, 你可以相信, 我听到这些情况以后, 不到五分钟就发出了电报。 当我们捉住这个人时,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判断了。 不过, 恰恰在这件案子停滞不前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前进了一大步。 我们知道一个自称哈格雷夫的美国人, 两天前来到唐布里奇威尔斯市, 随身携带一辆自行车和一个手提箱, 箱里装的是一支截短了的火枪。 所以, 他是蓄意来进行犯罪活动的。 昨天早晨, 他把火枪藏在大衣里, 骑着自行车来到这个地方。 据我们所知, 谁也没有看到他来。 不过他到庄园大门口, 用不着经过村子, 而且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多。 大概他马上把他的自行车藏到了月桂树丛里。 也可能是他自己就潜伏在这里, 注视着庄园的动静, 等候到格拉斯县上走出来。 在咱们看来, 在室内使用火枪这种武器是件怪事。 不过, 他本来是打算在室外使用它。 火枪在室外有一个很明显的好处, 因为他不会打不中。 而且在英国爱好射击运动的人聚居的地方, 枪声是很平常的事, 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 这一切都很清楚了。 福尔摩斯说的, 可是, 道格拉斯先生没有出来, 凶手下一步怎么办呢? 他丢下了自行车, 在黄昏时走进庄园。 他发现吊桥是放下来的, 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毫无疑问。 假如有人碰到他, 他可以捏造一些借口, 可是他没有碰到一个人。 他溜进了他首先看到的屋子, 隐藏在窗帘后面。 从那个地方, 他看到吊桥已经拉起来。 他知道, 唯一的生路就是要蹚过护城河。 他一直等到11点一刻。 道格拉斯先生进行睡前的例行检查走进房来。 他就按事先预定的计划, 向道格拉斯先生开枪以后就逃跑了。 他知道旅馆的人会说出他的自行车特征来。 这是一个对他不利的线索。 所以, 他就把自行车丢在此地, 另行设法到了伦敦。 或是到他预先安排好的某一个安全隐身地。 他就把他进去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 我说的怎么样? 很好, 麦克先生。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说的很好, 也很清楚。 这是你所说的情况发展的结局。 我的结论是, 犯罪时间比我听说的要早半小时。 道格拉斯夫人和巴克先生两个人合谋隐瞒了一些情况。 他们帮助杀人犯逃跑了, 或者至少是在他们进屋以后凶手才逃走的。 他们还伪造凶手从窗口逃跑的迹象, 而十有八九是他们自己放下吊桥, 让凶手逃走的。 这是我对案子前一半情况的判断。 这两个侦探摇了摇头。 好, 福尔摩斯先生, 假如这是真的, 那我们愈发弄得莫名其妙了。 这个伦敦警官说道, 而且是更加难于理解了。 怀特梅森补充说道, 道格拉斯夫人一生中从未到过美洲, 她怎么可能和一个美洲来的凶手有瓜葛, 并使她庇护这一罪犯呢? 我承认存在这些疑问。 福尔摩斯说道, 我打算今天晚上亲自去调查一下, 也可能会发现一些有助于破案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能帮你的忙吗? 不, 不用, 我的需要很简单, 只要天色漆黑再加上华生医生的雨伞就行了。 还有艾姆斯, 这个忠实的艾姆斯, 毫无疑问, 他会破例给我一些方便的。 我的一切思路始终营绕着一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一个运动员锻炼身体, 要这么不合情理的使用单个哑铃? 半夜时候, 福尔摩斯才独自调查回来。 我们住的屋子有两张床, 这已经是这家乡村小旅馆对我们最大的优待了。 那时, 我已入睡, 他进门时才把我惊醒。 哦, 是福尔摩斯先生, 你可发现什么新情况了吗? 福尔摩斯手里拿着蜡烛, 站在我身边, 默默不语。 然后, 他那高大而瘦小的身影向我俯过来。 我说, 华生, 你现在和一个神经失常的人, 一个头脑失去控制的白痴, 睡在同一个屋子里, 不觉得害怕吗? 不, 我一点也不怕。 我吃惊地回答道, 啊, 华生, 我的运气还不错。 这一夜, 福尔摩斯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第二天吃过早饭, 我们到当地警察局去, 看见警官麦克唐纳和怀特梅森, 正在警官的小会客室里密伤谋事。 他们面前的公示桌上, 堆着许多书信和电报。 他们正在仔细地整理和摘录, 有三份已经放在一边了。 怎么, 还在追踪那个难以琢磨的骑自行车人吗? 福尔摩斯高兴地问道, 关于这个暴徒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麦克唐纳沮丧地指了指 他那一大堆信件说道, 哎, 目前从莱斯特、 诺丁汉、 南安普顿、 德比、 董哈姆、 李士满和其他十四个地方都来了关于他的报告。 其中东哈姆、 莱斯特和利物府三处有对他明显不利的情况, 因此他实际上已受到注意了。 不过, 好像全国到处都有穿黄大衣的网影图似的。 哎呀, 福尔摩斯同情地说道, 现在, 麦克先生, 还有你, 怀特梅森先生, 我愿意向你们提出一个非常诚恳的忠告。 当我和你们一起研究这件案子时, 你们一定还记得, 我曾经提出过条件, 我不会对你们发表未经充分证实的见解, 我要保留并制定出我自己的计划, 直到我认为他们是正确的, 而使自己满意为之。 因此, 眼下我还是不想告诉你们我的全部想法。 另一方面, 我说过我对你们一定要光明磊落, 如果我眼看你们白白地把精力浪费在毫无益处的工作上, 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所以今天早晨, 我要向你们提出忠告, 我的忠告就是三个字, 放弃它。 麦克汤娜和华特梅森, 惊奇地瞪着大眼, 望着他们这位出名的同行。 你认为这件案子已经没法办了吗? 麦克汤娜大声地说道, 我认为你们这样办这件案子是没有希望的, 但我并不认为本案不能真相大白。 可是, 驱自行车的人并不是虚构的呀, 我们有他的外貌特征, 他的手提箱, 他的自行车, 这个人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缉纳他呢? 不错, 不错, 毫无疑问, 他藏在某个地方, 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捉到他。 不过, 我不愿让你们到东哈姆或者利物府这些地方去浪费精力, 我相信我们能找到破案的捷径。 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对我们瞒了什么东西了? 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福尔摩斯先生, 你到底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麦克唐娜生气地说, 麦克先生, 你是知道我的工作方法的, 但是, 我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保一下命, 我只不过是希望设法证实一下我想到的一切细节, 这很容易做到, 然后我就和你们告别, 回伦敦, 并且把我的成果完全留下为你们效劳。 不这样做, 我就太对不起你们了。 因为在我的全部经历中, 我还想不起有哪件案子比这一件更新奇, 更有趣呢? 我简直无法理解, 福尔摩斯先生, 昨晚我们从腾布里奇·维尔斯市回来的时候, 你大体上还同意我们的判断, 这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是你对本案的看法又截然不同了呢? 好, 既然你们问我, 我不妨告诉你们, 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 我昨晚在庄园里消磨了几个小时,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我全且给你们一个非常一般的回答。 全且说一下, 我曾经读过一篇介绍资料, 它简明而又有趣, 是关于这座古老庄园的, 这份资料只要花一个便时, 就可以在本地烟酒店买到。 福尔摩斯从贝心口袋里掏出了一本小册子, 书皮上印有这座古老庄园的粗糙的版画。 他又说道, 我亲爱的麦克先生, 当一个人在周围古老环境气氛中深受感染的时候, 这本小册子对调查是很能增加情绪的。 你们不要不耐烦, 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即使像这样一篇简短的介绍资料, 也可以使人在头脑中浮现出这座古煞的昔日情景。 请允许我给你们读上一段吧。 博尔斯通庄园是在詹姆士一世登基以后第五年, 在一些古建筑物的遗址上建造的。 它是残留的詹姆士一世时代, 有护城河的宅邸最完美的典型。 行了, 福尔摩斯先生, 你别捉弄我们了。 麦克先生, 我已经看出你们有些不耐烦了。 好, 既然你们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 我就不再逐字的念了。 不过我告诉你们, 这里有一些描写, 谈到1644年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中的一个上校取得了这块宅记。 谈到在英国内战期间, 查理一世本人曾在这里藏了几天。 最后, 谈到乔治二世也到过这里。 你们会承认这里没有许多问题都与这座古老别墅有种种的关系。 我不怀疑这一点, 福尔摩斯先生。 不过这与我们的事毫无关系啊。 没有关系吗? 是没有关系吗? 我亲爱的麦克先生, 干咱们这一行, 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眼界必须开阔。 各种概念的相互作用以及知识的间接使用始终是非常重要的。 请原谅, 我虽然只是一个犯罪问题专家, 但是总比你的岁数大一些, 也许经验要多一些。 我首先承认这一点。 麦克唐纳恳切地说道, 我承认, 你有你的道理, 可是你做起事来, 未免太转弯抹角了。 好, 好, 我可以把过去的历史放下不谈, 回到当前的事实上来。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昨晚我曾经到庄园去过, 我既没有见到巴克先生, 也没有见到道格拉斯夫人, 我认为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 不过我很高兴地听说, 这个女人并没有形容憔悴的样子, 而且刚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 我专门去拜访了那位善良的艾姆斯先生, 和他亲切地交谈了一阵。 他终于答应我, 让我独自在书房里待一阵子, 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什么? 你和这个死士在一起? 我突然地喊起来, 不不, 现在一切正常。 麦克先生听我说, 你许可这么做了, 这间屋子已经恢复了原状, 我在里面待了一刻钟, 很有启发。 你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并没有把这样简单的事情神秘化, 我是在寻找那只丢失了的哑铃。 在我对这件案子的判断中, 它始终显得很重要。 我终于找到了它。 你, 在哪儿找到它? 咱们已经到了真相大白的边缘了, 让我进一步坐下去, 再稍微前进一步, 我能答应你们把我所知道的一切 和盘托出。 好, 我们只好答应根据你自己的主张去做。 麦克唐纳说道, 不过, 说到你叫我们放弃这件案子,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我亲爱的麦克先生, 因为你们首先没有弄清楚调查对象。 我们正在调查波尔斯通庄园的约翰·道格拉斯先生的被害案。 对, 对, 你们的话不错, 可是不要劳神去搜寻那个骑自行车的神秘先生了。 我向你们保证, 这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的。 那么, 你说我们应当怎样去做呢? 如果你们愿意, 我就详细地告诉你们应该做些什么。 好, 我不能不说, 我总觉得你的那些古怪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我一定照你的意见去办。 我们该干什么? 华特·梅森先生, 你怎么样? 这个乡镇侦探茫然地看看这个, 往往那个。 福尔摩斯先生和他的侦探法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了。 呃, 好吧, 如果警官麦克汤纳认为对, 那么我当然也一样。 华特·梅森终于说道, 好极了, 福尔摩斯说道, 好, 那么我建议你们两位到乡间去畅快地散散步吧。 有人对我说, 从博尔斯通小山边一直到威尔德, 景色非常好。 尽管我对这乡村不太熟悉, 不能向你们推荐一家饭馆, 但是我想你们一定能找到合适的饭馆吃午饭。 晚上虽然疲倦了, 可是却高高兴兴。 先生, 您这个玩笑可真是开得太过火了。 麦克汤纳生气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大声吼道, 好, 好, 随你们的变好了, 怎么消磨这一天都可以。 福尔摩斯说道, 高兴地拍了拍麦克汤纳的肩膀, 你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不过, 务必在黄昏以前到这里来见我, 务必, 麦克先生, 这听起来还像是个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 我所说的都是极好的建议, 可是我并不强迫你们接受, 只要在我需要你们的时候, 你们在这里就行了。 可是现在, 在我们分手以前, 我需要你给巴克先生写一个便条。 好, 写什么, 您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就口述了, 准备好了吗? 先生, 您说吧。 好, 这样写。 亲爱的先生, 我觉得, 我们有责任排进护城河的水, 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些, 哎, 先生, 这是不可能的。 麦克唐纳说道, 我已经做过调查了。 我亲爱的先生, 写吧, 请照我所说的写好了。 那好吧, 您接着说吧。 好, 接着写。 希望我们能找到与我们的调查有关的什么东西,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清早工人们就来上工, 把河水引走。 不可能, 不可能, 福尔摩斯先生。 听我说, 把河水引走, 所以我想最好还是预先说明一下。 好了, 现在请签个名吧, 四点钟左右, 有专人送去。 那时, 我们再在这间屋子里见面。 在见面以前, 我们可以一切自便。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调查肯定可以暂停了。 将近黄昏时分, 我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 福尔摩斯态度非常严肃, 我怀着好奇的心理, 而两个侦探, 显然极为不满, 异常气氛。 好吧, 先生们, 福尔摩斯先生严肃地说道, 我请你们现在和我一同去, 把一切情况都考察一下, 然后你们自己就会做出判断。 我也不知道要去多长时间, 所以请你们多穿一些衣服。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在天黑以前赶到现场,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我们现在立即出发。 庄园花园四周, 有栏杆围着, 我们顺着花园向前走, 直到一个地方, 那里的栏杆有一个窝口, 我们穿过窝口溜进了花园。 在越来越暗的暗的暗色中, 我们随着福尔摩斯走到一片灌木丛的附近, 几乎就在正门和吊桥的对过。 吊桥还没有拉起来, 福尔摩斯蹲下来, 藏在月桂树从后面。 我们三个人照他的样子蹲了下来。 好, 福尔摩斯先生,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麦克唐纳唐突地问道, 我们要耐心等待, 尽量不要出声。 福尔摩斯答道, 我们到底要在这干什么? 我认为你应该对我们开诚不公一些。 福尔摩斯笑了, 他说道, 华生一再说我是现实生活中的剧作家, 我怀有艺术家的情调, 执拗的要做一次成功的演出。 麦克唐纳先生, 如果我们不能诚实我们的演出效果辉煌, 那我们这个营生就真的是单调而令人生厌的了。 试问, 直接了当地告发一刀见血的严峻处决, 这种极案法能演出什么好心呢? 但是敏锐的推断, 锦囊妙计, 对转眼到来的事件做机智的预则, 而又胜利地证实了自己的推断。 难道这些不说明我们的营生, 值得自豪, 干得有理吗? 在当前这一时刻, 你们会感到猎人预期得手前的激动。 假如像一份寂定的时间表那样, 那还有什么可激动的呢? 麦克先生, 我请你们耐心一点, 一切就会清楚了。 好吧, 我倒希望我们大家在动词以前, 这种自豪、 有理等等可以实现。 这个伦敦侦探, 无可奈何, 幽默地说道, 我们几个人都颇有理由赞同这种迫切的愿望, 因为我们守候的实在太久, 太难忍了, 木色逐渐笼罩了这座, 狭长而阴森的古堡, 从护城河里升起一股阴冷潮湿的寒气, 使我们感到追心刺骨, 牙齿不住地打颤。 大门口只有一盏灯, 那间晦气的书房里有一盏固定的球形灯, 四处是一片的漆黑, 寂静无声。 哦天哪, 我们要待多久啊, 麦克唐纳突然问道, 我们到底在守候什么呢? 鞋长, 我不打算像你那样计较等了多长时间。 福尔摩斯非常严厉地打道, 要是罪犯把他们的犯罪活动, 安排得像列车时刻表那样准时, 那对我们大家当然是方便多了。 至于我们在守候什么, 咻, 瞧, 那就是我们要守候的东西。 福尔摩斯说话的时候, 书房中明亮的黄色灯光, 被一个来回走动的人挡得看不清了。 我们隐身的月桂树丛正对着书房的窗户相距不到一百英尺。 不久, 窗子支的一声突然打开了, 我们隐约地看到一个人的头和身子探出窗外, 想暗处张望。 他向前方注视了片刻, 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 我们在这寂静中听到河水被搅动的轻微响声。 这个人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在搅动护城河水。 后来, 他突然像渔夫捞鱼一样, 捞上某些又大又圆的东西。 在把他拖进窗子时, 灯光又被挡住了。 快, 马上! 福尔摩斯大声地喊道, 快去! 我们大家都站了起来, 四肢已经麻木了, 摇摇晃晃地跟在福尔摩斯后面。 他急忙地跑过桥去, 用力拉向门铃。 门支拉一声打开了, 艾姆斯惊愕地站在门口,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把他推到一边。 我们大家也都随他一同冲进了室内。 我们所守候的那个人就在那里。 桌上的油灯重新放出刚才我们在窗外看到的光芒来。 现在油灯正拿在瑟西尔巴克手中。 我们进来时, 他把灯举向我们。 灯光映射在他那坚强果感刮得光光的脸上, 他的双眼冒出了怒火。 你们, 你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巴克喊道, 你们在找什么? 福尔摩斯很快地向周围扫射了一下, 然后, 想塞在写字台底下的一个浸湿了的包袱, 猛扑过去。 我就是找这个巴克先生。 这个裹着雅铃的包袱是你刚从护城河里捞上来的吧? 巴克脸上显出惊奇的神索, 注视着福尔摩斯问道, 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呢? 这很简单, 是我把它放在水里的吗? 怎么? 是你放进水里的? 你? 也许我应该说是我重新放进水里的。 福尔摩斯说道, 麦克汤娜先生, 你还记得我提起过切一只雅铃的事吗? 我让你注意它, 可是你却忙于别的事, 几乎没有去考虑, 而它本来是可以使你从中得出正确推论的。 这屋子既然靠近河水, 而且又失去了一件有重量的东西, 那么就不难想象, 这是用来把什么别的东西加重, 使之沉到水中去了。 这种推测至少是值得验证的。 而艾姆斯答应我可以留在这屋中, 所以说我在艾姆斯的帮助下, 用华生一声雨伞的伞饼, 昨天晚上已经把这个包袱勾出来, 而且检查了一番。 然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当证实是谁把它放在水中去的, 于是我们便宣布在明天要抽干护城河的水。 当然, 这就使得那个隐匿这个包袱的人一定要取回他来, 而这只有在黑夜里才能去做。 我们至少有四个人亲眼见到了是谁趁机抢先打牢包袱。 巴克先生, 现在该你说了。